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这个话题是最近引起我的注意的 我也做了一些思考 近几年了就看了问题 最早还是从《大国崛起》这个电影引起我的注意的 让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大国崛起》这个电影它的思路 跟我想象的很归影 它把《大国崛起》看成一个非常辉煌的 值得羡慕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质东西就说《大国崛起》 其实各个帝国在瓜分世界打仗的时候才去起来的 这个是 他说《大国》其实就是帝国 你说这个新代人不喜欢用这种词了 把帝国主义都不叫 对吧 但帝国主义仍然存在 这些现代帝国主义的崛起过程中 谁得利了 谁受害了 我觉得得利的还是各国的垄断资本 受害的不光是被侵略扩张所迫害的其他国家殖民地的人 其实各帝国的本国的人民也是帝国扩张崛起的受害者 那么他们为帝国的崛起扩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个可以看看 从欧洲人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做出的代价 就是一个证据 那么美国人至今仍然在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 每年 每月 每日 每时 做出牺牲 这个是大家都不要忘记的 所以所谓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就是帝国主义的国家 列宁对帝国主义近百年前 我看的是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底的最高阶段这本书 它的阶段我觉得当前仍然有效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 我们不能忘记一点 很多人好像就不谈这个 当前美国是个超级大国 这个超级大国凭什么说呢 我说美国在全世界有一百 一百多个国家里边都有它的军事基地 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 不知道英国在外国有没有军事基地 法国有没有 几乎没有其他的国家在国外有军事基地的 就美国一家在其他上百个国家里有它的军事基地 所以这样的可以说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 直接来讲最强大的世界霸权 但是其他所谓发达国家呢 它也是帝国主义 它只不过不是世界霸权霸权 最近这个欧盟 向法国积极参与 这个对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军事进攻 对吧 就说这些好多 所以毛主义当时叫第二世界的 其实都是帝国主义国家 它只不过是不是超级霸权霸权 它还是帝国主义的 那么帝国主义怎么来的 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资本人在每一个国家的发展 都会使得本国的这个资本 为了资源 为了市场 不得不到全世界去获得 那么先决起的和后决起的 就是会有冲突 那么这个后决起国家资本呢 就不得不挑战先决起国家的资本力 你像德国为什么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日本为什么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它不就是要挑战 已经把世界瓜分完了的 这个尤其是英国的 对吧 法国的这些利益 这些挑战必然要激化 不同国家利益前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办法什么办法呢 不是靠谈判 就是靠战争 在战场上解决 最后解决 所以你战场上得到得不到的 也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这是肯定的东西 对吧 所以只要有资本主义 它就会有帝国主义 只要有帝国主义 就有战争 战争在帝国的时代 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人类要摆脱战争的折磨 就不能不推翻帝国主义 和帝国主义所依赖的 赖生存的资本主义 二旦以后的这六十年来 没有世界大战 不是因为今后世界大战不可能了 只不过是因为能够挑战 现在当前世界霸权的美国的 海域出现罢了 不早就没有 对吧 那么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有没有 毛泽东早上说过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那个时候世界的列强 不会允许中国和他们平起平坐 不会放弃他们的霸权 不会让中国的发展 维持到他们的利益 因此他们不会允许中国 创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的 战争体系 因此中国的出路 使有着社会主义 和西方国家断裂关系 这样子才能 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 其实这个例子在 西方知名国家有很多 你像美国的历史上的发展 开始也是在 欧洲1812年 一场战争的时候 美国不得不靠自己的 不能去买欧洲买东西的 就靠自己 美国就发展起来 这个好多都是在 你必须把它独立起来以后 它自己发展起来以后 才能有可能和 已经发展起来的 去竞争 但是毛泽东时代 所创造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却为了中国资本主义 近30年代发展 创造了丰厚的物质 和社会条件 这就是历史的变政法 西方列强 虽然一方面在中国大量投资 另一方面又害怕 中国的资源发展 威胁自己将来的利益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 这威胁 你要是光做廉价 光做这个制邪 你光做玩具 他不害怕 但是你要搞到阶段 这不行了 所以西方列强 极力推广的新自由主义 和所谓普世价值 他们目的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妨碍 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 预防他们对自己的挑战 因为早发展起来的 他有个自由竞争 自由主义 对他他有优势 他先入的优势 所以早起崛起的国家 英国 法国 美国 都是在自由主义的旗下 美国还不完全 美国还经过一场南北战争 以后还是把美国给关在这个欧洲以外 提高税率以后 美国才崛起 以后才慢慢降低税率 所以他也经过一段 这个所谓闭关首国的一段时间 这个资产级先崛起的会 但是后崛起的资本主国家 像德国 日本 意大利 这些国家 资产级 由于有了先崛起帝国的压制 他们就不得补约 依赖于国家的参与 来扶持自己的崛起 这就是德国的法西斯 日本的军国主义 在这国家为什么能立足的 根本原因 好多人经常拿文化来解释历史 文化是现象 你都问问文化的背景是什么 这个东西拿文化解释历史 等于没有解释 它本身的东西就是根本的 它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所以不能拿文化解释历史 用更深一层的 对吧 私人资本掌权的第三世界国家 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威胁西方列强利益的 它只能是西方资本的附庸 这就是所谓现在报纸上经常讲 说中等收入国家病 就是说好多乐国家 经过这个融入这个西方资本的 那个资本体系以后呢 到了中等收入的话 老是上不去 老是上不去 那为什么 这根源就是 你说私人资本掌权的国家 你只能做帝国的富庸 所以当富庸的也能赚好 也能一向在这个皇宫里边打杂的 也吃的比在田里边干活的 好是吧 但当这个当买半的 还能有点油分吃 所以韩国本来 在过去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来讲 韩国当时还有可能加入 所谓的发达国家 OECD 但是呢 九天代末期 那场经济危机 又被美国给制服了 他到现在 到底算不算 对国主义 看法很难说 在美帝独揽世界霸权的今天 后期的资本国家 要想加入帝国的行列 成为世界列强的一员 就完全不能依靠自由主义了 最后截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势力 只能以新式的官僚资本的形式出现 为推动自己的崛起 这种新式的官僚资本的特征 和蒋介石时代的旧式官僚资本大为不同 新式官僚资本是一个继承了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统一的 全民所有制的国家的体制的官僚资本 而不是一个从封建时代 官商勾结演变出来的那种旧式的官僚资本 所以这种相对于私人资本来说 现代新式的官僚资本政权 有其突出的特征 拿中国的官僚资本来问 首先它是一个集中在左右国家经济命运的 比如在金融 能源 交通 电讯 冶金 机电 化工 和国防等大型或农断行业中 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权 因而它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 是私人资本政权远远达不到的一种政权 西方列强国家 它真正的政府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 而不是私人资本为政府服务的 所以在西方资本家国家里边 政府它是掌权是私人资本 是华尔街大老板 你看这次经济危机就看出来谁是老板 对吧 这个经济危机的最高货手 是华尔街 华尔街得到什么惩罚呢 几百亿几万亿的奖金 作为惩罚 这是说谁是老板 对吧 但是这个 这个这种官僚垄断的这种政权呢 它可以不顾国内中小私人资本利益 强行扩张官僚资本利益 极其有效的进行资本的高速积累 咱们各地层出不穷的强拆事件就是一例 这种政权和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高度统一 又使它可以用所谓高效的 集中优势兵力打截灭战的方法 在比如说高铁军工等领域 加速中国工业技术的升级和提高 形成对西方列强的隐性挑战 全国非常快速的建成了高铁网络 就充分的体现了这种官僚资本特征 体现了它所独有的其他政治国家 望尘摩基的优势 社会帝国主义是毛泽东早在70年代 就担忧过的现象 要不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层次的矛盾 最后表现出它的外强中干的本质 最后亏败于以美帝国主义 为代表的老牌的私人资本政权的攻击 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当初毛泽东把社会帝国主义 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 在网上有一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本书 这个李在这里边说 中国国有经济在从事着高科技 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这些产品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所不可或缺的 而美国绝不会卖给中国的东西 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战斗机 航空母舰 核潜艇 先进的雷达 先进的通讯设备 以及更为重要的 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机械制造业 和高级材料制造业 只有工友部门有能力研发 研究开发 制造这些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工友部门 现在还雇用着大部分教育精英 尽管非工友经济产出中国GDP的三分之三到五分之四 只要美国不向中国出售 并禁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这些高科技产品 中国就必须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工友经济 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个领域里边 基本上是无能为力 在这里他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 其实就是中国的所谓民营或私人资本那一部分 他所说的工友和国有那一部分 其实就是中国的官僚资本 中国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官僚资本 都不会满足于两头在外的 低技术含量的 劳动密集型的 产业链低端的世界资本分工 正在努力进行着转型 正是因为中国有个较强大的 新式官僚资本集团 中国的资产阶级才有崛起的可能性 这就是西方列强一再的强烈的反对 把西方的资源卖给中国有官方背景的 中国企业的根本原因 你像中国要买那个美国的一个石油公司 他国会参与了通过法律 不许中国买 为什么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中石油是中国官僚资本的 他没法去控制 所以崛起后的中国将面临的就是 从反霸还是与列强争霸的道路 那么反霸与争霸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 才会是在自己崛起后 成为反对帝国列强称霸的政权 其他自产阶级领导的政权 在自己崛起后 要么是像日本那样在战败后 甘当孙子不争霸 要么是像前苏联冷战时期那样 不当孙子必争霸 要么是像那些 有人想象那样 先装孙子后争霸 那么反霸的 就像毛泽东那样 抗强腐弱 宣传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解放自己的道路 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 反美和反霸斗争 想想当时病毒浮离的中国 先是在朝鲜战场 和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霸权 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较量 然后就有无私援助 坦桑尼亚建立的铁路 全力支援越南的反美 这个反美斗争等一系列措施 那么赢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爱戴和支持 所以才有中国能加入联合国 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争霸者是欺软怕硬 沃利浩 狭隘民主主义利益优先 面对其他民族的灾难 幸灾落祸 生活打劫 期望着西风熬成国 对吧 压迫者翻身压别人 这就是争霸者的逻辑 早先崛起的苏联 在斯大林时代 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 到了赫鲁小夫时代 苏联就一步步的走上了 世界霸权的道路 那么当前中国外交 所遵循的韬光养晦的逻辑 就是先庄孙子后称霸的逻辑 而不是反霸的逻辑 韬光养晦 骗不了美帝国主义 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伎俩而已 官方宣传的永不称霸的 许诺 就像永不翻案的 那句话 一样不可信 对吧 中国已经在中南海的海域里 出现自己的舰队 证实了 他已经走上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步 就连郎汉平这样一个非马列主义者 都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索马里海盗问题 就是因为帝国列强 肆意践踏一个主权国家 所造成的 当索马里人民走投无路 连近海打鱼的生路 都被跨国远洋遗传摧毁了 除了当海盗以外 他们还有什么活路 对吧 所以在索马里海盗问题上 反霸者就会努力帮助 索马里人民重建家园 争霸者就会利用这一机会 磨练自己的制海权 在中东问题上 反霸者就不会允许 美帝打着联合国的旗号 干预石油国家的内政 争霸者就会西方 就会和西方狼狈为奸 墨许帝国的恒星霸道 最近有个学者出了一本书 他在这书中有个字序 他讲中国需要经营和治理世界的经验 他有没有问问 中国人民会不会允许 其他国家积累所谓 是经营和治理中国的经验 如果不会 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 世界人民会欢迎中国 积累所谓 经营和治理世界的经验 他在第一页里说 经营和治理世界 是各主权国家 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 是国际民主的重要表现 但是我们想想 在帝国的时代 有什么国际民主可言 紧跟着他就为帝国里辩护 国不分大小 都有经营和治理世界的权利 但不一定能担当起治理世界的责任 对世界和平和进步做出的贡献大 所尽义务相当多的那些国家 必然要在世界政治上 被赋予较多的主导权 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世界主导权的 过渡伸张而已 哎呀 这和美帝国主义者的宣传 如同一者 按照美帝的逻辑 美国这样一个世界宪兵 对维护世界的和平 和推动世界民主的进程 所做的贡献最大 因此他在世界上 应当是当仁不让的 享有领导权 你反什么吧 对吧 按照这个逻辑 所以这种书 带有浓厚的中华帝国的色彩 这本书的下卷最后一章 系统的表达了帝国主义的 所谓国权 国家安全理论 他提到中国的制海权的理念 提出了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 进一步加深 保护中国海外的经济利益 就成了中国国家安全 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还说什么 中国经济及其利润的海外延伸 使当代中国国家安全 已不仅是 已经不是生存意义上的 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 这不就是列宁近百年前 所描述的帝国主逻辑 要不是它是什么 对吧 什么是国家利益 它就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难道中国人民会认可 中国的统治阶级 从它各帝国崛起的血清道路 吃软怕硬 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崛起的炮灰 踩在人民的血迹上 寻求大国的势力 市场和威望 中华帝国的崛起 代表了哪个阶级利益 不是很清楚吗 由此可见 称霸与否 不是以个人的意志 或愿望为转移的 而是由其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资产阶级是个只有在各个领域 都相互争霸才能生存的阶级 而只有无产阶级 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人民五十年代 抗米援朝斗争 就证实了 只有像毛泽东那样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 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那么咱们谈谈爱国主义问题 爱国主义分进步的或革命的爱国主义 也分帝国主义法西斯的爱国主义 先谈谈进步的或革命的爱国主义是什么 收押或民族的爱国主义 是放递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 是这些民族的工人阶级 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 是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 因此它是进步的或者是革命的 进步的爱国主义 是在落后的或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 以狭隘民族主义 而不是以解放全人类 为其最终目的的爱国主义 革命的爱国主义 相比较呢 是在帝国主义横行八道的时代 以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 为其出发点的批判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 这就是进步的还是革命的一个区别 是哪个阶级领导的 第三世界很多的民族资产级领导的反帝斗争 如印度的印度尼西亚的巴西等等 很多拉丁美洲了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些都打的是爱国主义的旗帜 它都是个进步的爱国主义 相比之下呢 苏联二代时期也高级的是爱国主义旗帜 但它是革命的爱国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 这些政党 中国工人党领导的反帝 反封建的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 所高级的爱国主义旗帜 也是革命的爱国主义 这一爱国主义 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区分开来 把美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 这一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主义 朝鲜战争证明了只有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是不会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艰难岁月里 迎接美帝国主义的挑战者 但是事实证明 没有那场国际主义的反帝斗争 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不会有将近六十年的和平 那么什么是反动的或法西斯的爱国主义呢 压迫其他民族的发达国家的爱国主义 就是反动的法西斯的爱国主义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爱国主义 就是反动反共的爱国主义 这种爱国主义之所以是反动的 是因为它是为了转移国内工人阶级的斗争矛头 是为少数本国垄断资本利服务的爱国主义 有了对外的侵略战争 这些帝国就可以转嫁国内的危机 转移国内人民的视野 更重要的可以镇压本国工人阶级的崛起 同样的 其他后崛起国家的爱国主义 就很有可能变成帝国主义之间称霸的工具 头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帝国主义 国家人民在各自的爱国主义旗号下 相互惨杀 伤亡惨重 二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和日本人民 又一次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 为本国的统治阶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战以后 美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帝下 为当今的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霸权地位 不断的在朝鲜战场 越南战场 以及如今的伊拉克哈布汉战场付出残重代价 所以 崛起后帝国的爱国主义是虚伪的 是反动的 是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 在崛起后的中国 我们要警惕那些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狭隘民族的口号 我们要警惕那些仅仅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来 高举毛宗思想的人 那些打着毛宗思想的旗号 来反对马列主义毛宗思想中的国际主义 和共产主义精神的 为官僚资本服务的政客和投机家 毛主义从来就是反霸的 而不是争霸的 高举毛宗思想的争霸的是对毛宗思想的背叛 在帝国律时代 哪一个国家的阶级的崛起 就是哪一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崛起 就是哪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崛起 是因为革命才是俄国崛起的起端 那么中国革命也给中国崛起造成条件 但是一个民族的崛起 并不一定是那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崛起 比如说日本的崛起 就不是日本工人阶级的崛起 所以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中国工人阶级 在中国资本与西方列强争霸的斗争中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要在资本势力集团的混战中 寻找自己成长壮大的机会 要争取的是自己阶级的崛起 而不去充当任何一国资本的炮灰 只有崛起的中国的工人阶级才有可能成为 全世界的反霸 反帝的中间力量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资本 占强势的国度里 恰恰是官僚资本最善于 与民族主义的口号去镇压工人阶级的崛起 因为崛起的工人阶级会彻底的粉碎 他们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梦想 美帝是人类意义上最后的一个霸权 这是我的观点 在核武器时代 由于美国拥有足以多次打平世界的核武器 和遍布世界海洋 和为数众多的国家陆地上的 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力量 美帝国主义是绝不会允许 其他任何势力挑战他的霸主地位 他也不会主动的放弃自己的霸主地位 就像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帝国的时代不可能 美国的和平没落也是不可能的 也是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和平的 美国的没落也不会是和平的 但是他的没落又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 不均衡性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帝国主义 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必然要和其他列强 争夺市场和资源 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中国 也不例外 毛泽司长告诉我们 中国 今天当今的中国走在资本主义道路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 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吃倒 必然导致战争 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 在今后再维持五十年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他的没落已经非常明显了 他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 而不是他的经济力量 来维护他的世界霸权地位 因此世界人民在今后半个世纪中 面临着两个选择 要么在帝国之间发生战争之前 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 和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来避免战争对人类的摧残 要么全世界人民会在帝国之间的战争中 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 反动性和荒谬性 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最终的推翻资本主义 那种以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事件 就不会就会避免帝国之间的战争 其实是个空想的危险 危险的空想 资本的全球化改变不了帝国主义的本性 即便是各国资本在跨国公司里边互相渗透 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政权的隶属性 美国的军事力量最终是要为身为美国公民的美国资本服务的 维护的 是有利于美国资本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 你想想 日本的 德国的 英国的资本家 没法控制美国的核武器 美国的核武器听谁的 听黄尔街的 所以 马克思讲工人无祖国 但是资本确实有祖国 在资本世界 祖国是为资本服务的 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在核武器时代的庞大 不大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 像美国当年在二战后替代英国那样的 将来替代美国 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大国 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之间的矛盾 总有一天会造成世界范围的灾难 教育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 帝国主义的本质 迫使人民起来最终的推翻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把无尘一段正的社会主义推向全世界 美国有那种核武器干嘛 他对付了美国人民的革命 你想想 美国人民起来造反 他用核武器对付能行吗 对吧 都在纽约市里边 你炸谁去 所以呢 要不说毛里讲的 这个美国是纸老虎呢 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对于政权可以 但是对国家人的革命 它是温能威力的 你就想想 你看看那个伊拉克 阿富汗 他有那么大 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现代化武器并没有改变 毛里讲的是得道多助 是道宝助 这最主要的 帝国之间的一战造就了 头一个无钱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帝国发起的第二战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如果帝国就敢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必将埋葬整个资本制度 所以最后还是马克思那句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